大家好 幫幫彤彤看天下 我是彤彤 我是幫幫 高博士我們今天繼續講歐盟的問題 我覺得歐盟的問題跟南韓的問題很像 就是對於美國來說 他們對美國是又愛又恨 所有人都脫離不了美國的市場 因為它是全球最大的市場 對不對 消費市場 那你想要富裕 你想要經濟成長 除了你自己本地的市場之外 南韓本地市場也很強 歐盟本地市場也很強 可是他還是需要美國的市場 但是相對的他們也需要中國的市場 那這種情況之下 當美中的貿易的衝突 各種衝突 文明的衝突 起來的時候 那美國強迫 歐盟跟南韓 必須要選邊站的時候 那歐盟跟南韓現在就有點搖擺了 這有點像全世界啊 重新在 你把美國擴大 你把美國的50個州擴大 當全世界的國家 他在選舉的時候就會有搖擺州 他一下這樣一下那樣 他希望能夠在搖擺中間 他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 我想 這個主要還是個利益考驗嘛 日本也好 這個南韓也好 剛剛講的 尤其是德國 他說中國有這個市場 但是 從好的一方面來講 就是即使這些國家 包括德國 他也看清楚了中國的本質 他也認同 就是他也認同中國的這種霸權 是不應該長時間存在的 但是他已經陷入了一個 自己已經陷入了一個狀況 就是怎麼辦 他有那麼多的汽車工業 或其他的工業 那麼多的製造業 在中國這個市場上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且他也投資太大了 對 他不願意去面對這個問題 我想日本也是一樣的嘛 就是他 他也不曉得應該怎麼辦了 就是說你如果突然一下 這個撤出或怎麼樣 這個犧牲的這個市場 也許他的國民經濟 就被打擊的很大 但是長痛不如短痛 但這個事情 你說的這個可能 最後不得不做選擇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事情 就是你當初最早的時候 你是全世界都被中國欺騙了嘛 對不對 認為中國是個很好的市場 認為這個中國富起來了 會走上民主的道路 但是不是這樣子嘛 對吧 那這一方面 德國也認同美國的 這個中國的價值 中國的評價 他們也是一致的 只是說 德國要怎麼辦 美國是 就是下定決心的嘛 你要測這個所有的製造業出 然後對香港下手 這個都是對自己刪得很重的 對不對 但是他認為非這樣做不可 但德國捨不得 但是這個時間嘛 我就覺得需要時間了 需要時間 因為需要時間 這個 這個 會有更多的事情 也許中國 會有更多的事情發生的 我在 在我想 當然 到最後你講的 美國一個大 沒有一個國家 能夠得罪美國了 講不好聽到 你要不要得罪美國 這個到必要的時候 也非要做決定不可了 其實我們講德國 德國在中國這個問題上面 在人權的問題上面 表現一直非常糟 我們講1989好了 1989六四天安門之後 當外資都撤退的時候 為什麼 中國會跟德國的 車的體系啊 綁得這麼緊 是因為當時 所有人都離開了 但是歐底 四個圈 還是堅持留在中國 所以後來幾乎 幾乎 這個 中國的這個 高官都做 都是開歐底 然後一般 官街呢 就開Volkswagen 大眾 大眾嘛 所以歐底的這個 四個圈 就 在這個事情上面 他是 表現不好的 可是對他來說 他打下了中國的市場 在一個真空期 他打下中國市場 沒錯啦 中國人那麼多 那麼一個經濟體 趕起來 這個就是機會了 就看你怎麼看嘛 當然美國那個時候 他是核中來對抗蘇聯 所以很多的美國的產業 幫中國做這個網路牆 這些很多的工程 都是違反人權的 都是他都知道這是不對的 對不對 但是他們都做了 都賺了這個錢 對不對 雅虎還把這個 這個 雅虎的這個 這個 通訊 他的 石濤一個記者 石濤的 把他的這個 提供給中國 最後把石濤判刑 所以這 做如此類的事情 所以這個 講白了 就是說 這個企業 他當然是以利益優先 只要 只要人家沒有發現 他都會做的 就是這利益 所以你 你現在 其實美國現在以前 華爾街 那些 那些 跟中國 辦得那麼緊 這個 這個 而且 美國也很了解 這些中國的這些 富二代 這些 所以 這些 這些銀行 這些大的金額 都把這個 這個 有權利的 這個人 都固為他們的 員工 的小孩 對 對 比如拜登的小孩 對 所以 這一類的事情 就是 利用他們的關係 來 來 賺錢 事實上 他們也都賺到錢 問題在這邊 但是 你搬著 這一個政權 起來了 經濟 起來了 但是他變成了一個新的 對全世界的 國安 一個 威脅 這個 這個就是 的代價了 好 那可是我們 可以做一個結論 就是 最後這些 德國的 公司 要怎麼辦 他們不是 沒有危機感 他們也知道 他們勢必要做一個抉擇 總有一天 他們要做一個抉擇 必須要 現在就開始做 不然會永遠來不及 你說 這個德國 跟這個 日本情況 是一樣的 但是 日本有一個 歷史的包袱 就是 日本有打過中國 所以 他們之間的關係 有的時候好 有的時候 中國 說挑起 這個矛盾 就挑起來 所以 日本 出錢 讓日本的這個 搬離中國 對不對 美國也跟進 這個 這個情況 但是德國 就沒有 這個包袱 所以德國的 產業 往往可以 被中國 接受 在這種情況之下 要放棄 當然是有點難的 不過 如果 時事比人強 到時候 可能 也都非 非做選擇不可 我來說一下 就是說 德國 有一位工業聯合會主席 他的名字是 坎普夫 Kemp 這個是 KEMPF 他的觀點 他認為說 我們跟中國 合作的時候 不能太天真 我們必須積極 維護我們自己的利益 他的意思是說 外國企業進入 准入中國市場 本來就有很多的障礙嘛 那你 這次的這個疫情 暴露出 國際的供應鏈 造成了 多麼大的一個 這個依賴性 對中國的這個生產 這個 變成這個製造基地 他說減少這種依賴性 同時又不失去 在全球經濟中的優勢 這對 所有企業都是一個 非常大的考驗 這個意思是說 說成白話講 就是說 我又要cost down 我又要便宜 我又要競爭力 東西又要好又要便宜 那我無法放棄這個世界工廠 那無法放棄世界工廠 我又要能夠切斷這個危機 供應鏈的問題 不 這個也就是美國 不是說要G7 加上了一些其他越南 或者什麼那樣 變成一個新的反中集團 那麼這個集團 也許一樣的可以提供你市場 一樣的可以提供你勞力 共產 所以也是一個選項嘛 當然這個是川普對中國完全絕望的 一種選擇嘛 當然德國還沒有面對這個選擇嘛 但是川普的壓力 美國的壓力 會不會迫使他做這種選擇 我認為是應該會的 尤其在5G的問題上面 5G是個很大的問題嘛 對 好 那美方其實一再敦促德國 在5G的通訊的這個市場呢 必須要放棄 就是說你本國必須要放棄使用中國的 華為的技術跟產品 那這個壓力超出了這個具體的例子 他說這個不可排除就是說 歐盟遲早要包括德國 一定要面對這個問題的 因為你更願意跟誰做商務往來 你是今天才要做選擇嗎 還是你當時整個東西德對不對 這伯利文廠拆除的時候 東西德重新合併 你那時候應該就已經做了選擇了吧 沒有錯啊 你不是西德併入東德啊 沒有錯 對不對 你是東德併入西德啊 其實當時已經做了選擇了 對 沒錯 所以講來講去就是 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 像中國 它沒辦法像蘇聯一樣的 它可以解體 像東歐的這些國家 它也可以解體 那麼中國現在被稱為 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其實這個東西是什麼都不是 只是一個名稱而已 只是一個為專權 專制的粉絲太平的一個好的名稱 如此而已啊 所以本來呢 9月14號要開一個歐洲峰會 可是這個歐盟的這個峰會啊 這個看起來是不會開了 因為是疫情的關係嘛 可是即使是這樣 本來這個峰會的召開的時間 剛好就是在川普 就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前兩個月 對對對 那過去這種峰會啊 其實就是行禮如遺啊 大家見見面啊 在一個度假村啊 度個假 有時候會拍攝很重要的議案 好 可是這次峰會 雖然沒有舉行 可是照理說是應該是 歐盟拿出一套方法 好好來想 因為現在疫情到一個階段了 可能還會再起 那你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不開會 其實是不對的 他應該要對於未來 有一個更清楚的戰略嗎 這個最主要他知道 川普要在這一個會議裡面 提出一個反衝的概念嘛 所以他當然這個會憂慮 到時候怎麼對付川普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不參加 以疫情為由不參加 然後你如果說只是用這個 政治的理由要求這些企業 完全要撤出中國 他們絕對會用自己當時眼前 最大的利益去考量 這個沒有錯啊 這是一定是這樣子啊 但是你... 這個東西我覺得 時間嘛 我想可能時間可以解決吧 可是我覺得看起來 沒有那麼嚴重 為什麼?那就是 汽車產業 汽車產業其實 心衰可能對德國影響很大 可是對整個全世界來說 其實它影響不是那麼大 你的車子一年不換也不會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它的銷量 事實上在整個中國銷量應該也是下降 因為現在整個它的消費的能力下降了嘛 當然 你現在講的長期的問題 長期的問題 現在汽車工業還會如此發達嗎? 可能有問題對不對? 你人工智慧出來之後 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 可以取代了 所以汽車也許不需要那麼多了 不只是這樣子喔 在人工智能出來之後 可能... 我們現在才出生的這一代的小朋友呢 他們不需要再學會開車了 對不對? 因為... 就是人工智能啊 那車子就變成社區共用的 對不對? 所以電動車才有可能生存嘛 大家都生活在社區裡面 減少就是大型的這種移動 大型的移動就有大型的交通運輸工具 那其他就是電動車在社區裡面 大概就是... share 包括現在的腳踏車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share這樣的車子 然後它會自己開 它不需要你開 車子就變成一個交通工具嘛 而且是共用的 carboard的那種交通工具 沒錯 所以可能車輛不需要那麼多了嘛 不過... 這是一個以後的問題啊 德國現在每天... 每年有多少收入是靠這一個市場啊 你現在把它拿掉了之後 它很多的... 它的政府的收入就少了 這個... 會影響它整個的運作啊 政府的運作 有沒有可能一個有並行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 大部分的事情慢慢跟它脫鉤 可是... 你的... 這個... 汽車產業還是留在那裡 不曉得... 將來怎麼做 那我是不曉得 把你的產業就賣給它嘛 賣給它就是賤賣了 整個設施啊 你整個生產的流程啊 整個logistic 這個... 這個還是... 當然這個就是雙方的一個政治鬥爭啊 美國要鼓勵中國 中國一定會拉住歐盟來... 來維持它的生機嘛 如果歐盟也把它放棄了 它就被鼓勵了 所以它一定會下一些功夫了 這雙方拉鋸 它會不會做一些讓步了 但是基本上大家知道在原則上 它不可能讓步的嘛 對不對 它一個專制國家 它認為香港這個... 是內政問題 一國兩制是這個... 這個是它說了算 對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是看得很清楚 只是拿它沒辦法 如此而已啊 那麼你中國也不可能做什麼讓步了 尤其是在習近平情況之下 不可能做任何讓步 他還要做... 他最崇拜的毛澤東 所以有人還封它這個是馬克思的 現在馬克思執行者 這個總而言之啦 我認為雙方的意思是 形態沒有辦法互相溝通 也各自為政 已經非常清楚 所以最後遲早的問題 是一定會分家 遲早要分家嘛 所以呢歐盟只有一個結局 就是它不願意主動脫離 可是呢它最終還是會被迫脫離 因為這是一個沒有辦法逆轉的 你整個意識形態不同 所以你只是想要把它當作是一個世界工廠 繼續當你的奴工 其實有點這樣的味道 可能...可能... 最終它還是要被動來脫中 好... 那...所以明天我們繼續談這個話題 就是... 現在... 中國已經徹頭徹尾 就是... 連面子都不要啦 連臉皮都不要 他現在承認 他真的有6.1億人 他的月收入不到人民幣一千塊 好...我們明天繼續講 我們明天繼續講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 所以我們明天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位年轻妈妈的最大困扰 并不是剪不完的玩具和四处散落的衣物 而是如何不让隐藏在各处的细菌 危害家人的健康 此时就该我上场了 我拥有不怕潮湿的专利发热技术 能维持60度C以上有效杀菌温度 而且少量衣物不需要大费周章的使用烘衣机 还能环保 节能 爱地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